大家好,我是來自香港必勝客的陳穗琦,Daphne 加入了公司已經有四年的時間 現在是任職分店組長 首先,多謝大會頒這個獎給我 亦都好多謝店同事和訓練同事的支持和鼓勵 我自己亦都覺得非常之興奮 因為自己的努力有被肯定 亦都為未來打了一支強心針 我記得有一次在送餐期間 有位婆婆問我 咦?阿妹吃飯了嗎? 然後我跟她說 我未吃,現在還好餓 婆婆突然離開座位 原來她帶著一個下午茶回來給我 我當時亦都覺得非常之驚訝和開心 在這次的事上 我便覺得原來自己以真誠的態度去面對客人 客人一定會感受到 作為飲食業的一份子 我對工作是一個座右銘的 就是以和海可親的態度去和人說話 就不會傷害到對方 工作入面我都會保持正面積極的態度 只要客人開心,我都會覺得非常之開心 讓我來看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